7月将在金字塔之巅 古埃及文明大展展出的788件古埃及文物 已从埃及平安运抵中国 6月17日 90箱古埃及文物被陆续运入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 高2.1米的埃赫纳吞巨像 长1.89米的彩绘人形棺 在记者们的注视下率先开箱 据官方介绍 这件彩绘人形棺 是今年出土于萨卡拉猫神庙遗址区的绿脸棺 萨卡拉地下墓穴出土的近千个人形棺 为棺果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新材料 很可能打破原来的分类体系 金字塔之巅 古埃及文明大展自今年5月官宣以来一直备受关注 展览汇集492组788件古埃及不同时期的珍贵文物 将全面揭秘古埃及文明及其最新考古发现 我们有这个比较2千kg 但我们有另一个比较3千kg 我们有很多展览 在澳洲 美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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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德尼 在澳洲 美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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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由于展品数量及体积惊人 本次展览中所有来自埃及的文物 首次以包机的方式沿开罗至上海特批航线运抵中国 上海海关开启便利化通关措施 保障展品秒放通关 当天晚上便运抵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 而随着古埃及文物的抵达 金字塔之巅 古埃及文明大展也进入了锦罗密谷的布展阶段 本次展览将于7月18日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开幕 这次我们人民广场一楼有三个展厅 全部来打造成我们这个古埃及文明的大展 所以展示的面积会超过3000头平方米 包括我们的大厅也会有一个这个巨型的雕塑 放在这个大厅进行展示 我相信这个展览也会是我们上海博物馆 有史以来参观人数最多的一个特展